哈喽,大家好,我是文和 然后今天现在是上午11点多 然后现在准备开始出去摆地摊了 这个就是我现在准备带过去的货 然后主要是卖这两款小耳机 这个大的话将到的我估计太贵了 所以我就只带了一样的,只带了两个 每个颜色两个,然后总共是四个 好了,现在已经卖了好几个小时了 也还是卖掉了一些 卖掉了得有三十个吧 问题就是有一款就卖得很好 有一款就根本卖不动 它这一款自动开关机的 就是有磁吸的 然后卖得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那个不带齐 Yeah, camera DJI Osmo Pocket 这位老兄很给力啊,帮我卖了好多 I'm taking video, I also upload on YouTube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摆地摊的成果吧 卖掉了一层 这一层的话大概是三十个 所以说差不多卖掉了三十个 昨天在市场上别人拿了样品 今天应该卖了二十几个吧 二十八九个 这一箱的话基本没动 然后下面那个浆灶的 他们很多人试了 但是好像不怎么想嘛 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摆地摊的感受吧 其实怎么讲 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 早上一早起来 然后在楼下吃完早餐之后 直接叫了个三轮车 一样的拿了有六十个 然后江照的拿了有四个 然后就去这边很附近的一个市场 就是那种天桥底下的那种跳蚤市场 卖各种各样的便宜货的 很多人很奇怪 怎么一个中国人抱着一个箱子 然后在那里就开败了 刚开始的话还好 很多人都基本上 一直都为了好多人 然后也一直在问啊 一直在测试啊 然后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最后卖掉了大概三十个左右吧 这其中当然要感谢那个 不认识的那个印度朋友 帮了很多 因为好多人不会讲 那个英文 只会讲这边的泰米尔语 所以他就一直帮我在 那个 跟他们解释 然后教他们怎么用 然后怎么配对 怎么那个 他其实是一个 家里面不是很富裕 我后面他送我回酒店之后 我们在这里聊了一下 十七岁就在那个市场上混 混了七年 现在二十四岁了 然后谈了一个三年的女朋友 今天他女朋友晚上生日 然后又陪他去过生日了 其实这种怎么讲 看起来 其实我个人还是感觉挺幸运的 就是他这样子愿意去帮助我 不然的话我一个人卖 估计卖不了那么多 至于说这个市场 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卖得动 其实是可以卖得动的 你知道这个神奇的就是 我那个有两款那个小耳机 一款是能带那个自动开关机的 500 卖的500卢布 这个是差不多就是工厂的价格吧 另外一个就是卖的450 就是不带自动开关机的 结果那个不带自动开关机的 就没人要 最后是强行卖了一个 什么叫强行卖了一个呢 就是一个大概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就一直跟我磨 因为我卖450 他一直跟我说 你300卖我一个吧 300卖我一个吧 然后跟我磨了两个多小时 我跑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后面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那实在不行 350卖你一个吧 然后就卖给他了 就唯一那一款 卖掉的一个就是卖给他了 其他全阿木都是卖的 那个自动开关机的 虽然贵了一点点 但是他们 他们都是选择那一款 而且偏爱黑色 其他两个颜色 红色跟蓝色 红色卖了一些 蓝色基本上没卖 就卖掉了一两个 所以 所以大部分都是喜欢用 黑色还是 怎么讲 那个江照的话 他们虽然很多人设了 但是太贵了 我卖两千 差不多的 明币两百块钱 他们都觉得太贵了 有些人估计也不是很懂吧 所以我也没期待的 把那个卖掉 所以这就是 大概这个过程吧 至于说摆的过程当中 你说一个外国人在这边买地摊 会不会很麻烦 其实我刚开始也有心理准备的 会不会被城管管达 会不会被什么低头蛇 给强行收保护贿 城管道好像没有看见 然后有那些穿制服的 然后有过来看一下 然后就走了 应该是那种维持 那种治安的吧 另外的话 低头的话 有一个就是那种 估计旁边那种 什么也估计是 类似想有点低头蛇的感觉吧 然后后面看见我那边 围了好多人 然后感觉生意比较好 然后就后面我问 那个小伙子 我说怎么回事 因为他说 要我把那个箱子给装起来 然后跟我去police station 就是去警察局 我当时就在想 他是不是要钱呢 然后后面我就问他 他说不是 估计是看见你这边 生意比较好 然后就有点嫉妒 然后他不想那里弄了 然后他说你去对面去搞 所以我当时还在想 我看我这个东西 我也交过税的 也是合法的产品 也合亏 虽然说外国人 卖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但是应该问题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反正中间你说 有会不会感觉到 有没有那个 就被他们就是拿走了 没给钱就拿走了 没有没有 这些都没有 都还是挺那个的 买了就是立马付钱 而且我有些人当然会说 要不要打个字 我都没有同意 我就是500 就唯一那一个350 然后给了那个小伙子 另外就是今天 我帮我搞了一天的 那个小伙子后面 他说他要一个 我又给他300块钱 给了他一个300卢库 就是30块钱人民币 就送了一个 十几二十块钱 能不能进 一天跑下来 其实感觉很神奇吧 其实我个人感觉 肯定是很累的 因为我早上吃完 早上之后 我就站在那里 站了六七个小时 一直站到下午 差不多四五点钟 才过来 才会九点 应该又是下雨 一会下雨 一会下雨 你想一下 我抱着一个箱子 妈的下雨了 我又躲到桥底下 然后桥底下又在人家 那个档口 然后人家又赶你 然后我又雨停了 我又得跑出来 跑出来 然后我迈个一两个小时 又下雨又得跑回去 就搬这个箱子 从这里跑到那里 从那里跑到这里 然后他们就一群人 就跟着那里 一会跟到这里 一会跟到那里 哎呀 后面迈到三四点的时候 我有点烦了 然后我就坐到那个水果 就是一个买水果 就是那个新鲜果汁的地方 我就坐在那里 然后我就不动了 哎各种情绪感觉又上来了 我靠 我怎么 我觉得怎么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但是还好吧 然后现在是怎么搞的 其实我那个小伙子说 他明天出摊 他明天他会有一个档口 他说要我去他档口去卖 然后我给他一点租金 一百块钱一天 人民币一百块钱一天 他说他帮我卖 然后顺便那个 但是我现在就是 我今天晚上纠结了很久 就是 就是我这个货到底 要不要这么处理掉 因为我算了一下 如果我这样子处理的话 我基本上要亏一半 就是我本身的货值两万多 加上运费关税 现在是三万多 三万多 我现在这样子卖的话 我估计只能回一万多 估计还不到一万五 就是要亏掉一半多亿 所以我现在想的就是 考虑的就是两点 第一点 明年要不要过来做 如果明年要过来做的话 我这个货干脆就 发到朋友那里 然后先让他放 放一段时间 就是我最近就是在头条上 有认识的一些心得理 包括其他地方的朋友 然后我也跟他们发信息 我说能不能放他们宿舍 他们是中国公司 常派在印度这边的 一些工作人员吧 他说可以 所以我现在是 今天晚上又重新打包 就刚刚忙了很久 又重新打包 然后准备 等两天直接发到得理 然后去那边弄 因为如果说我明年弄的话 我估计还是得往北印度跑 就是新德里 那边去弄 因为那边中国人比较杂的 我估计搬起湿奶会稍微容易点 能够避掉一些坑 所以说现在计划 那个 如果说明年不做了的话 那我也可以 他们因为长期会 奶会飞嘛 他们有很多同事 然后一人帮我带一次 带一点带一点 我也能带回过去 或者说再在新德里回云 再在新德里那边 市场上也要删掉 就是如果不过来的话 就是再想起来办法 用么就运回去 用么就那个 如果过来的话 那就是新公司注册之后 把这个品牌一收传给那边 然后就可以直接上家卖了 也就不用重新找产品 然后又回国 然后去做什么订单 乱七八糟 又交关税 又做运费 所以我想了一下 望长远族的话 如果说 还是先花点运费 寄到北印度那边去吧 至于明年怎么计划 还是要等好好规划一下 要找其他老板去谈一下 OK 大概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了 然后接下来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 这个酒店 我是签到四号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提前退 然后就是这两天 把这个货寄过去 另外的话 就是开始往北印度那边跑了 去那边考察一下 因为那边有很多工厂 也有很多公司 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做了很久 所以去那边看一下吧 OK 就这样子了 拜拜